《混音时间》29.01.70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作品是赵无极先生在上个世纪70年代创作的 也是他不断推陈出新的代表作 赵无极非常享受大尺寸作品的创作 他曾多次表示 进行大型作品的创作 让他感觉更加自由 洒脱 无拘无束 在他的大型绘画作品前面 也许并不需要观众去理解 而只要去感受 临时和欣赏就足够了 这个作品创作于1970年 现在是私人收藏 那惠宁是在巴黎史尼现代艺术博物馆的 赵无极大型作品展上看到了他 这个展览的名字叫做《无言的空间》 持续时间是从2018年的6月1日到2019年的1月6日 好的 那下一集的话呢 我们来欣赏一幅西班牙绘画大师毕加索的作品 《混音时间》 把国巴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